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士顿公立学校的一名工作人员感染了猴斗 这是该地区的首例猴斗病例 BPS负责人在周一上午发给学校社区的电子邮件中宣布了这一病例 但为了保护隐私 该工作人员的身份没有公布 BPS的发言人没有透露这名员工隶属哪所学校 不过 市长吴迷证实这名员工是该学区的一名工作人员 嫁给家庭的信中写道 该学区已经和波士顿公共卫生委员会联手通知了有暴露风险的个人 信中明确指出 没有接到个人电话或学校沟通的家长 应该认为他们的学校社区没有受到影响 总的来说 猴斗传播到社区的风险仍然很低 信中说 信中还告诉家属 感染者将被隔离 直到可以安全与他人接触为止 BPHC将向与该人接触或密切接触者提供疫苗 有暴露风险的个人可以继续正常生活 除非他们有猴斗症状 塔夫茨医疗中心的传染病医生希拉多伦博士说 一个人需要在距离猴斗患者6英尺以内的地方 待上3个小时 才能明显接触到猴斗 所以这种疾病不太可能在学校环境中传播 Rokesbury房屋失火 一名消防员受伤 周一晚上 一名消防员在波士顿Rokesbury社区 处理多次房屋警报火灾时受了轻伤 波士顿消防局副局长迈克尔霍金说 Forest Street 9号的火灾是从一楼开始的 下午5点可以看到三层楼都有熊熊火焰 第三层警报被下达 工作人员在大约30分钟内扑灭了大火 并阻止了火势向临近的附属建筑蔓延 霍金说 一名消防员被波士顿紧急医疗服务中心送往医院 治疗轻微 脚踝伤 据霍金说 火灾发生时 所有在房子里的居民都能自己安全离开 消防员从三楼救出了一名叫Tiger的猫 霍金说 已有三人因火灾而流离失所 火灾造成的损失估计为50万美元 流离失所的居民正在接受麻州红十字会的帮助 以寻找住房 周一 市长吴明要求麻州最高环保官员 取消对东波士顿海滨一些地产的指定港区限制 有可能将这些地产开发用于公园建设 或目前允许的海上工业用途以外的开发项目 作为回报 吴市长承诺在水边建立一个社区复原力区 允许开放空间投资 以保护东波士顿不受海平面上升和洪水的影响 并帮助增加该市的经济试用房存量 他写道 指定港区内的大部分设施 不再支持港口用途 这些限制正在妨碍我们 以其他方式创造公共价值 许多这样的地方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但吴市长说 他的政府相信这些地方具有独特的能力 可以帮助解决东波士顿对抗洪基础设施 经济适用住房和当地企业空间的迫切需求 他的政府设想了一系列土地使用控制措施 要求在东波士顿的前DPA地产 支持经济试用房和弹性开放空间 就数十名委内瑞拉移民 从圣安东尼奥运送到麻州 马沙葡萄园岛事件 德克萨斯州一名治安官将对责任人展开刑事调查 Bixer见警官哈维尔夏拉查 星期一宣布 据他的办公室所知 一名委内瑞拉移民收受贿赂 从圣安东尼奥市移民资源中心周边地区 招募了近50名移民 移民被诱骗 在虚假的借口下 在一家酒店住了几天 在某一时刻 他们被转送到一架飞机上 在那里他们被送往佛罗里达 然后最终被送往马沙葡萄园岛 同样是在虚假的伪装下 这群移民于周三在马沙葡萄园岛登陆 并于周五抵达柯德角联合基地 萨拉查表示 调查人员到目前为止 与代表部分移民的律师进行了交谈 没有提到任何可能面临指控的 潜在嫌疑人的名字 当地一个新纳粹组织的领导人 再次出庭 面临与亚迈加平原 LGBTQ活动抗议有关的指控 克里斯托弗·胡德 最初是在七月份被捕的 当时他的组织 NSC131 在Londrey Greenwood House 外参加集会 呼喊口号举着标语 这本来是为当地孩子和家庭举办的 而变装皇后故事时间活动 胡德和两名与集会人群 发生冲突的男子一起被捕 不过后来法官撤销了 对这两名反抗者的指控 在他当时面临的指控中 至少有一项指控是与他人斗殴 周一 这名23岁男子选择为自己辩护 目的是获得警方随身相机拍摄的 他被捕当天的录像 胡德说他以后会找一位私人律师 预计他将于10月重返法庭 以上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